鲁台长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的先生 他是六一年生属牛 他经常呢就是肺呢 会透不过气 鼻子这个鼻炎 看了很多医生中医西医都看不好 是不是有灵性在他身上啊 几几年属什么的 六一年牛 有啊 他有一个兄弟啊 他有没有一个兄弟过世的 他没有过世的兄弟 但是他妈妈打过胎的 打过不止一个 他有一个他的兄弟 可能是他妈妈打胎的孩子 在他身上长得还挺大的 我描述一下他的情况 你看看跟你老公长得像不像 好 眉毛蛮浓的 但是到了后面有点往下挂的 明白吗 眼睛不大 但是呢蛮长的 你是说这个 他兄弟还是他 我说他的兄弟的样子 就是说跟你老公有没有有点像 鼻子很高 像不像 这里有颧骨 对对对 我老公是四方脸 这旁边很方的 两个颧骨 对对对 这是他们家的特点 他们家的特点 看见了吗 台长说的就是他家的特点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2012年的时候 你来的时候 我也抽到签 问我公公的事情 你有说他阳寿已尽 就是他现在2013年12月已经过世了 看见了吗 我已经帮他念了小房子 我想问一下他现在在哪里 看见了吗 2012年台长来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问的 当时他问了他公公 台长说他公公的阳寿已尽 你看今年来 今年来他公公已经走掉了 所以我就是在我出来之前 有一个人叫我看 台长看出他是血癌 然后我说他只能活半年 结果五个月就走掉了 所以你们不要不相信的 真的 一定要好好相信的 他叫朱瑞宝 姓朱的 匹瑞朱 瑞是祥瑞的瑞 黄之旁的那个 上面一个山 下面一个尔 宝贝的宝 他2013年过世了 圣诞节之前 朱瑞宝是吧 对对 看见了 头发花白的 他现在在哪里 恭喜你了 在天上 谢谢你 我帮他念了21张小房子 你功力这么大 21张就能把他送上去啊 没有没有 不是 他因为人好 对他能相当好 能好的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对他是一个绝对的好人 绝对好人 什么事情都很帮助别人的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很有爱心 而且我告诉你手很巧 对对对 还要我讲一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不常发脾气 对 发起来很厉害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还有 有点官位 官位 对对对 好嘞 鲁台上 这张票子呢 是我爸爸抽到的 我本来他是想为他的 我为我的祖母问的 他让给我问 问我先生 能不能再加多一个王人啊 就是我的祖母 看看王人没关系 对 刘文娟 叫刘文娟 文化的文娟 是女字旁的一个娟 刘文娟是吧 对 你妈是吧 不是 是我的祖母 是我爸爸 我爸爸也来了 他让给我来问的 这个抽签的票子 他想 他原本的想法是问他的妈 就是我的祖母 刘文娟 差一点 也不错了 在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我会帮他念 我还没帮他念了 好吧 说明你的 说明几个老人家 都是不错的 好的 好了 谢谢 谢谢